第五十五題 這個題目 它是說 現在有兩筆資料X跟Y 它把它挖在座標平面上 那你可以找到一個最適合的直線 這個應該你們高中都會有 預見過了 它的方法就是用最小的方法 這個最適合的直線 假設它叫做 Y等於 MX加B 那這邊每個點的座標 你都是有的 所以你要去找這個直線的方程式 只要找 斜率跟這個 常數B 它所用的方法 這個點去 跟它的 這個直線 去求它垂直的 距離平方 總共最小 然後這一題是要 去證明說 用這個方法所求出來的 等於是求兩個 它列在下面這兩個方程式的解 就是去解這個連例 要證明這件事情 所以 假設每個點叫做 XI YI 那我們要算的就是 每個 XI 每個 XI它會對應到點 跟它的 這個最適合的直線 它會有一個垂直的距離 這個叫做 DI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算每個 DI的平方盒 要最小 所以它是 迷你買的 每個DI的平方 那 它總共有 N數 資料 它從1到N 所以 它題目就假設 這個叫做 Y等於 MX加B 好 所以這個DI它就可以 表現出來 它就是用 它的 Y座標 扣掉這一顆 所對應的Y座標 就是 Y 剪掉 MXI 加B 這樣OK嗎 那它去求 這個東西的 最小值 所以我就把它 把它定義成 一個符號 叫做 MXB 現在這裡 所以要求它 最小值就去算它的 Critical Point 那 兩變數是M跟B 變數不會是X跟Y 因為 它是 就是 我們需要去參考一點 就是X I Y MX 對M做 編尾它是 兩倍的 Yi 減掉 MXI 加B 然後 再去做 全入 對M 所以乘上 負 負 X 然後 最B做 編尾 還是 兩倍的 這個 最外層的函數 負 負 負 那 我們要去解這個連例 這兩個 要等於零 所以你把這兩個去做等理就可以到出它下面這兩個式子了 再寫一步好了 第一個是你把負荷給消掉 因為右邊是等於0 所以它是Sigma的XIYI 減掉MXI平方 再減掉XI等於0 然後你把後面兩個移過去就是 那個課本下面寫的第一個式子 那第二個把負荷給消掉 這是Sigma的YI減MXI減B 所以它的第一個步驟要我們做的就是證明 我們用最小平方法要算最適合的直線 就等於是去解這個連率方程式 把M跟B給算出來 這邊只說明了 寫這個連率結算的M跟B 會是Critical Point的 所以還沒有結束 它只是Critical Point的 它並沒有說它會是 讓整個式子 整個Apple MB 它會是最小 所以我把這個叫做 第一步 就是解這個連率 就是解這個連率 然後第二部分 就是要去證明 解出來的這一個 解出來的這一個 它真的會是最小指 就用地鐵所交的那個判別式 要使用判別式 我還需要再去算 F這個函數 對M偏為兩次 對B偏為兩次 對B偏為兩次 MB還有BF 那這個你們都可以私底下動手做 我就把結果解出來 第二個是Sigma2 那Sigma2就是N 然後 先對M再對B 跟先對B再對M 它結果是一樣的 都是 2XI 那 所以它的判別式就是 有人已經忘了 就是 算這個行別式 算出來是 這兩個相稱 4Nsigma XI平方 去扣掉 這個整個平方 全是 4Nsigma XI 整個平方 好 那 依照題目的假設這裡的 XI 不可能全部都一樣 如果全部都一樣 就是一個直線了 所以我們可以 假設這邊的XI 至少會有兩個不同 那 這個其實可以直接用 把式提出來 用科技不等式 就可以算出來 左邊會比右邊還大 大於等於 那是因為他們 至少有兩個不一樣 所以它會大於0 那大於0就是它的 好性向上 還有 它的 第一個 MM 這一個 二字枣數也大於0 所以依照定理 它會是最小字